大家好 是那兰小宝 最近海南的这个营地布局基本结束了 现在海南一共有咱们45家录营地 基本上都在海边 中线也有 然后咱们还秉承着就是 停车包括用电30 不用电就是10块钱 自驾车房车床车都可以来 然后我明天有事就回到石家庄飞回去 然后等我再从石家庄飞下来的时候 组织这个环豆游 现在好多朋友报名说 环豆游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地等我从石家庄下来才能定转 到时候具体咱们就海口 某一个营地咱们集结 集结完了 然后带着大家环岛转一圈 跟那个商家也磨合磨合 跟营地也磨合磨合 接着大家说个话题 现在这两天朋友老有问 就关于这个房车卫生间的事 这个房车卫生间 现在就是说这种卫生间这个马桶 就关于马桶这个问题 现在这马桶就分三种 应该算是三类 美国的美系的就是直排的 这个直排的优点就是比较方便 缺点呢 现在就是说你没有那个场合去直排些 特别是你到了一些城市 就是这个直排你肯定是遭人骂呀 你那个因为你是黑水乡嘛 那个你也找不到那么合适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现在 将来营地多了 像这种营地多了 而且这营地还必须对我这个黑水 黑水下水 这样呢它就比较方便 这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这样 但目前来说暂时不太适合 然后就是欧系的 欧系的就是抽拉的那个 带抽屉的那个 这个优点呢挺多 缺点是贵 这一个四五千啊 缺点是有点贵 优点呢比较方便 干净卫生也没什么味儿 这个呢 关于这个卫生间啊 就是说这个马桶 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你看你怎样使用习惯了 然后呢这就是 第三例呢就是现在咱们国 这国产的这个便宜的 这种叫便携事的 就是你拿着 可以抱到地上拿出来 可以端出来 可以什么的 这种呢 优点是经济 然后优点呢还是活动 你看我这个卫生间 现在就是装了一个这个 就是人来车的时候就要 但是呢我这个当时 你看我这卫生间门在这儿 非常不方便外卫拿 然后我在外头就给开了个仓门 经过跟厂家沟通 然后在那个地方开了个仓门 开了个仓门就非常方便 哎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往外拿的时候 在外头不用走车里 其实这个到时候可以 你可以借鉴一下 基本上增加一千元的成本吧 就是说你跟厂家说 你说我要那个便携的那个马桶 但是你给我开个外头开个仓门 这个不影响 这个跟挂牌了 跟什么都不都不影响 到时候就比较方便 嗯 然后就是说使用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房车的卫生间 你去看去吧 基本都当仓库使了 其实这个就是你习惯嘛 我发现一天不洗澡肯定是不行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天天的洗澡 特别是到了南方天天的洗澡 所以说这个你卫生间占用了 也不方便 然后这个马桶啊 你自己的排泄物你要再都讨厌 那也没法了 我一开始也不习惯 后来就是上俄罗斯去 你知道吧 俄罗斯那个厕所 哎呀 就是路边那个公共卫生间 你根本就跟去西藏那个差不多 你根本就进了门口 你根本就进不去 脚底下你根本就 你都踩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就开始使卫生间 哎等用习惯了 其实是一样的 你自己到时候一倒一啥的 就是用两次用习惯了 因为你这个 你有时候出去找卫生间挺别就得 因为房车嘛 你自己的 还是把它慢慢养成这个习惯 用卫生间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忍者见忍者见证啊 你怎么用是你自己的事儿 好嘞 拜拜了拜拜了啊 还导邮件啊